美睿母嬰安心的一个招呼环境 温小姐指控的月子中心 在焚砖还有介绍影片 号称通过三重考验 国家镇镇以张基医学中心等级 招呼标准官网也列出婴儿室 是24小时全程透明化招呼 1比5的招呼配置 设备都采用高规格高性能 那到底问题出在哪 这个我们现在怀疑是 牛奶蛋白优发的过敏性直肠炎 一是怀疑是牛奶蛋白过敏 引起小孩的不适症状 不过月子中心一天要价9500 费用以10天为单位 温小姐住了8天 全天后都有护理师照顾 难道没有发现孩子有异状 月子中心救出了每天 胃食和大小便记录表 表示小孩在9月2靠 大便次数才达到不寻常的15次 也是造成屁屁红肿的主因 其他天数都在10次以内 经常我们有的尿布者就是很轻微 他会相当的严重这样 他会比别人严重 月子中心表示每天11点多 新生儿专科医师 会到婴儿室寻诊 一个礼拜还有两次 医师会到个人病床 关心妈妈还有小朋友的状况 只要发现有异状 处理SOP 就是由新生儿专科医师会诊 判定情况 如果需要住院 就会转介到医院 这次温小姐的宝宝 在9月2靠早上8点多 推回婴儿室时 就发现了婴儿红肚状况 但寻诊医师评估 胃食汉活力正常 建议隔天才返回门诊 调整红肚药药物 并建议使用水减蛋白配方 隔天下午就发现 少许血丝变 可能小孩子有点比较敏感 但是 就是这太严重 比太晚讲了 月子中心尚未正式回应 但提供记录表初步解释 只是花了上万块 住医院附设的月子中心 小宝贝多挨了皮肉痛 当妈的多心疼 TVH陈时中张华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 TVH陈时中心